有些人是会给人一种莫名的距离感 当转门一打开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女生脸上有一种 对生活本身充满了苦恼和怨恨的感觉 你的风格跟她的风格完全两样吗 从穿衣上就看得出来 她是我大学时候的死对头 死对头 有多对啊 她一直在大学针对我 因为我们是六人的寝室 就是其他的四个人都是跟她是一个团体 而我是孤立的 你有那么让她讨厌吗 我不知道是说因为我们当时很年轻不懂事 还是说是因为我到底是做错了什么 其中有什么误会 因为她针对我导致班女的其他同学也会对我有想法 所以现在我从事的也是就是自己开网店的工作 因为我一直都不敢说再从学校出来再进入到另一个团体中 就是我现在是比较习惯于在网上和别人用文字交流的 其实你是比较害怕与人接触和交流是吗 也习惯了 也习惯了 你笑一个我看 还挺好的 对挺好看 笑一下的好些 好吧 这个我们有请道歉人小周 呀 这是女王范 是小周吗 是 你好冷傲啊 你们俩真的是死对头啊 我感觉你们俩坐在一块就像一个女王和一个仆人 你发现没有 他就是正经危坐的 始终那种低眉顺眼的样子 但这就是一女王范 感觉是他来道歉的 他来是被道歉的 有没有这种感受 小周 你今天为什么来呀 一个月前 我们大学同学小夕的婚礼 我去当伴娘 其实一开始我觉得小妮是会去的 但当我去了过后 小夕跟我讲 她是因为我去了 所以才选择 缺席 然后我在想 一次又一次的大学同学聚会 她都没有去 都说是因为我的原因 有我的地方 她就不会出现 但是我没有想到 就连大学同学结婚 因为我 她也不去 所以你什么感受呢 我就觉得 可能我在大学四年 带给她的伤害 特别酸 但我自己 根本没有意识到 我就想 通过这个平台 然后能够解开我们之间的误会 让她释怀 你怎么不敢看她 你们几年没见面 六年了 彼此有变化吗 她原来就这女王范 可能上大学的时候 不会穿高跟鞋吧 上大学的时候 她强势吗 很强势 那她呢 她属于一直是低眉顺眼型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她挺好的 她给我的印象 其实她 我觉得她有时候不太自信 就是总感觉要我去 讨好她一样这样 你还会讨好别人呢 她的那种感觉就是 不会自己去跟别人讲话 特别被动 但是我不会说主动的去 接近别人 所以我跟她就一直这样的状态 你们请示多少个人 六个人 她比较鼓励 还是你比较鼓励 她会鼓励吧 她比较鼓励 你跟另外四个还行 她跟其他人之间关系 不是很紧密 是这个意思吧 可以这么说吧 她人缘好一些 她刚才说 做了很多伤害你的事情 是吧 对 你细细数来 我听听 因为大学我没有选修课 不可能是说 全寝室很巧 六个人都是选的这一节 然后我当天也是确实是忘了拿钥匙 然后我就在寝室敲门 敲了大概五分钟的样子 然后就没人开 但实际上我是听见屋子里面是有声音的 就在我敲门前就是里面会有收拾东西的那种声音 我就问了旁边寝室 然后旁边寝室说刚才也有说 就是看你们寝室有人出来 然后后来我又敲了一会儿 还是没人开 然后我就想可能真的是又听错了吧 但是我又没有拿钥匙 没办法 我就在门口等 等了挺长时间 大概二十分钟 那个样子 我们就另外一个室友回来了 但是他把门一打开的时候 他他在里面 而且还躺在床上 你没问他你为什么不开门 我没问 因为我觉得他就是故意不给我开门的 你怎么那么坏呀 其实我当时就是想治理下他 因为他有时候喜欢丢刹那四的 我觉得钥匙这个东西吧 都是学生携带的 还有就是他刚开始敲门的时候 我没有想过不开门 他敲了四五分钟了 我就想让他等一下 后面我以为他走了 后来当他跟另外一个室友燕子 一起进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他一直在门口 但是我当时不想表现出来 他还在门口的那种感觉 我就当作若无其事的 把他当空气一样就这样 你心安理得吗 那个时候可能就是挺幼稚的 我就想整一下他 最关键的是 当他发现里面有人的时候 他并没有去质问你 他选择了不说 你内心不愧疚吗 其实有的时候 如果他质问我了 我会跟他讲 我为什么不开门 他很多事情总是不说话 就一个人 他心里想什么都不会跟你讲 你们女生好复杂啊 我从那之后就是真的每次出门 我都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待钥匙 你可以下次治一下他 你也不开门 有这种情况吗 因为其他的四个人跟他关系都都很好 我没有 没有用的 也会有人给他开的 你想过报复他们 我没有想过 我反而是想说能不能说通过我的努力来改善一下大家的 你努力了吗 我努力了 你干了什么 想起这个事情其实我也挺寒心的 因为就是马上要临近考试的那段时间 我当时就觉得我跟我们寝室里的人关系都有点尴尬 所以我就自己买了一个电锅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几个人都特别喜欢看韩剧 你不喜欢 我他们是在一起看 我我是自己看 你也喜欢看 你单独看 他们扎堆看 然后所以我就想做努力吗 你做了什么吗 我当时买了锅 然后还有年糕 还有一些佐料 就是打算 韩国炒年糕 对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我甚至说我脑海中还憧憬着说 如果是我把这个炒好了 大家一起姐妹们分着吃 可能我们的这种尴尬就会化解 但是我没有想到就是 就在我炒了一半的时候 宿舍老师他就直接退门进来了 他肯定是不允许你在寝室里用电器的 戏里面差点就给了处分 你本来是想讨好他们 对 我当时写了一千字的检讨 这件事他就一直认为是我干的 是吗 但这件事确实不是我做的 你当时想一下 你在炒年糕的时候 我在床上躺着 我根本不可能出去告这件事 对吧 你在房间里面 我在房间 我们都在房间 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全寝室的人都在 都在 他一个人在那炒年糕 你也没说是炒给他们吃 你以为他们都会觉得 这就是炒给大家吃的是吧 对啊 他一般都不讲话的 什么事都憋在心里 那我想问一下 那是一个什么场景呢 本来按道理来说 如果有一个寝室的室友 在那炒年糕 其他的人都会七嘴巴似的 你炒什么呀 好香啊 待会给我吃点 都会有这种 好像在吃之前的 彼此的一个议论 你们有吗 没有 他一个人默默在那炒像厨子一样 另外五个人躺在床上 就站在那前等着 也没有议论一下 说这个 哎呀 你在干什么呀 没有 好奇怪 这个场景 但是如果是我要做这件事 我一开始肯定会讲一句话了 说我一会要做年糕了 大家一起吃 但是他是属于每次 不管做什么 都不会说话 都要让别人去猜 你很怪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关系就已经很 但你是想和好吗 你想和好的话 你肯定要吆喝两句啊 我觉得这样说完 有点尴尬 这反而会尴尬 你觉得 那按他的说法 全部的人都在寝室里面 他哪有时间去告状呢 那别人更不可能知道 他分身乏术 他就在里面 你看着呢 然后他就觉得 这件事肯定是我指使人的 就因为这件事 他一直误会我 然后我跟他的关系 就越来越不好 我说年糕吃了没有 当时其实我知道 他就是做给大家吃的 其实我也在等 只要他开口讲一句 可能我们就会谎歌一下 但是我也不会主动 主动的去跟他讲话 你看你们有等着吃呢 人家哪会告你状啊 但是不只是说 这么一件事情 还有什么事 因为我的头发本身就是属于特别少 而且很细 下面还容易开叉的那种 所以我在洗头发的时候 就会特别注意 但是有一段时间 我就经常脱发 而且会起很多头屑 头发就会特别干 后来我就发现 我有一次洗头发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我的洗发水不对 你洗发水怎么了 因为我之前买的是 柠檬味的那种洗发水 但我后来发现 我的洗发水里面对了东西 因为它不是那种淡黄色的了 是发蓝 而且味道也不对 你们的洗发水 是放在一块的吗 平时 就是平常都会放在脸盆里 放到那个床底下 后来我就把洗发水倒出来了 我闻感觉是 蓝月亮洗衣液的味道 蓝月亮洗衣液 我们寝室里 只有他是用那个洗衣服 这件事情 我一定是他在里面对的 为什么说什么话都一定呢 要调查之后才知道吗 后来我也是闹到了辅导员老师那儿 因为辅导员天天任务好繁重 天天要处理这种事 是你做的吗 对 行啊蓝月亮 果然是个蓝月亮 干嘛要干这件事 他的头发很长 头发长也是做啊 然后头发长还老掉头发 他掉头发掉特别厉害 而且他每天晚上 是最后一个用厕所的人 洗头洗澡 头发会掉在满地 如果那个不把头发弄干净清理 还有包括那个下水到那儿 不把那头发 会堵吗 会堵 有一次洗衣服都还导致了 寝室里边卖水了 这是他的原因 我不喜欢去说出来 我就想让他自己察觉到自己哪儿错了 一开始头发掉了 他每次洗完真的都是我去收拾 其实我默默的也做过一些事情 那你用蓝月亮洗衣液倒进去 他头发不掉得更厉害吗 怪不得头发越来越稀少 你说你也真是的 还能够深的你 还好啊 不是敏感体质 如果是敏感体质的话 他如果生了头选 他整个头发全部掉光了 怎么办 我挺同情你的 那应该是很痛苦的感觉 够狠啊 没事了吧 还有呢 我们的关系就是越来越僵 而且尤其是这件事情之后 也是闹到辅导员那儿了 因为当时也没有证据 我没有说抓到手脖子 就是他对的 所以也只能这样 就是说老师教育你说 同学之间搞好关系 在寝室里融洽相处 但是实际上我都已经特别不喜欢待在寝室里了 你提换寝室吗 但是因为全寝室的话 只有我提出来 辅导员会认为是我的问题 所以我只能忍气吞声 就待在这儿 但是我有一次回去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的床单 还有我的枕巾上面 都是一些小黑点 仔细看的话实际上都是蚂蚁 然后我当时也很奇怪 不是说为什么只有我的床上会有 他们的床上都没有 然后当时我就发现了 我的床单上会有一些比较黏的东西 就是一定是别人故意图的 一定是他 你是变着法子整他呀你 这件事 他不合群 我们每次吃饭什么的 他都是等我们吃了过后或者怎样 就一个人 然后他喜欢晚上我们都睡觉了 一个人在床上吃零食什么的 他自己不会觉得有声音 或者影响到我们 十点钟就已经熄灯了 然后我就想整一下他 他吃零食怎么了 没分给你吃是吗 我很敏感的 就一点声音我可能就会醒 有的时候起早床的话 我是醒了 我就一直就睡不着了 我就直接熬夜了 第二天早上去听课 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习惯 我觉得不能在床上吃东西 在床上吃东西确实不好 其实他肯定会认为是我 不管就算不是我 他也会说是我 所以你就做了 对 所以好多事情 就算不是我的我也认 但你这种方式太缺德了 就像那个对蓝玉来洗衣液一样 我也不知道会那么严重 因为我们住在一楼 结果那些蚂蚁床子就爬上去了 你当时也没有去质问他 对吗 问了也没有用 因为洗发水的那个事情 辅导员也不会说什么 蜂蜜的这个事情 更没有办法说了 其实我认为 这还只是像孩童一般的 嬉闹 恶作剧 其实现在想想起来 其实还挺好玩的 但其实真正伤害人的 往往是闲言碎语 让别人落得一生的不清白 他也有传过呀 但是你没什么让他好传的 你看你穿着朴素 像个好学生 他那个时候就在班里面 说我这个人心机重 然后还说我私人生活不检点 私人生活不检点 这从何说起 你有男朋友吗 没有 我那个时候就是比较喜欢在校外打工 然后他就跟同学们说 说我经常晚上去夜店 你去夜店打工吗 我只是就是商演演出 你会跳舞啊 会 我的天哪 我没看出来 你传的 不是 我刚才都已经讲了 他好多事都会认为是我做的 这件事 可能我也有那么一部分的原因 其实我知道他是干嘛 因为我们住在一个宿舍 别人议论他 这不是我的错 只是说别人议论他的同时 我也没有说刻意的去附和别人 只是我没有解释 这就是我最纳闷的原因 你大学的时候化妆吗 也会化 但是会化很淡的淡妆 他平时化妆吗 除了晚上商演 很少 你们俩谁的家庭条件好一点 我可能稍微好一点点吧 你的家庭条件差一些什么 比较一般 你出去商演是为了减轻经济压力吗 就是为了赚点生活费吧 因为父母给的比较少 所以你很清楚他的家庭环境 他不是一个喜欢农妆艳抹的人 他只是为了工作 为了赚钱而已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帮他解释 为什么呢 他已经认定是我了 那我为什么要去帮他解释 所以在这件事上 可能就是别人说什么 我就说是 你怎么那么讨厌 说到这吧 我觉得就是我老针对 一个人不可能全部的错都是我 对吧 他自己肯定也有原因的 他很不合群 还有就是他很自私的 是这样的 因为我们每天晚上都得提着水瓶 下去打开水 我觉得这样很麻烦 我争取了其他人的意见 大家觉得我们一起出钱 买个饮水机挺好的 但是就他不同意 他说饮水机的水太脏 又说过滤的水喝了 对身体不好 后来我们就没有买 我觉得说的也行 那大家辛苦就继续去打水 后面我就想买一个洗衣机 我们六个人的话 每个人出两百块就差不多了 都同意 问到他的时候他又不同意 说夏天的衣服洗了会变形 冬天的衣服洗不动 就这样说的 也不同意 每次都这样 然后我觉得他很自私 但是这次没有因为他不买 我们还是买了 买了过后 洗衣机的得用电 他都耿耿于怀的 就记得清清楚楚 后来我们就把这笔账算的也特别清清楚楚 让他少给一部分钱 你为什么不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 有很多寝室也都没有买洗衣机 你是经济上拮据吗 你家里一个月给你多少钱生活费 就五百块 你是多少年在大学 六年前吗 一零年每个月生活费五百块钱 那是太少了吧 所以我需要自己去打工 你一个月多少钱 两千多吧 你不知道他没钱 你还提这种 但是我提这种要求的时候 我肯定是看到 他出去上演过干嘛 我知道他自己赚钱了 我才会提 我不会在他没有钱的时候 或者说他很困难的时候 我故意来提这样的要求 为难他 你没有参与主要是因为没钱 确实是 我觉得 不想花这个钱 不是 大部分人他不想跟我们一起 是吗 是不想跟他们一起吗 他们也不带我呀 有一次他过生日的时候 我回到寝室 寝室里一个人都没有 然后只有我自己 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们去做什么了 我就自己在床上看书 等到他们回来的时候 他们就拿着蛋糕 然后自己在下面点蜡烛 许愿吹蜡烛 没有人叫我 我自己在上面 其实特别难受我的心理 但是 你肯定过得很不舒服在那 对呀 然后我就只能是说 我在上铺看书 但实际上 书都没有看进去 晚上我自己在 被窝里哭了好长时间 他们在下面就是 又吃又玩 然后又闹的 没有任何一个人说 邀请我下去一起 你就没有一个朋友 因为我平常没事 除了上学的话 就是在外面打工 而且因为一个系 一个班 同学接触的也少 就甚至可能是说 你班同学 不经常接触的名字 你都记不清楚 大家也都是 只能是说 寝室里的这几个人 是一个团体 然而我跟同寝室的人 关系都这么僵 其他寝室的人 也会觉得我有问题 因为他们也在外面 传说 说我怎样怎样的 就同学都是面上过得去 但实际上跟我 都没有特别交心的朋友 只是因为一个洗衣器事件吗 还有 第一期上学 快期末的时候 我在学校外面 捡了一只流浪猫 你 对 但是我知道学校 肯定是不让养的 但当时天就快下暴雨了 我就把那只猫 抱回寝室了 抱回去过后 其他的女孩都挺喜欢的 然后给猫咪买吃的 给他洗澡 然后我们用那个纸箱子 给猫咪做了一个家 我就想我们暂时 悄悄养在宿舍里面 也没有人会发现 但是我们养到第五天下午的时候 其实阿姨直接就冲进来 特别凶 就知道是我养的 也知道是我捡回来 就直接指着我 教训我 说学校什么地方 谁让你把这只猫捡回来了 立刻马上给我弄走 就特别凶 说完就 柳头就走了 就那种态度 我当时知道 肯定是他 其他四个女孩不可能讲 外面也没有任何人知道 他 对 他去告我的状 是直接去告我的 但是 他们的话 即使不喜欢 也不会跟你说 而我是过敏寝室 就是那个猫的毛 它会飞满屋都是 然后我身上就会骑小疙瘩 你们那个寝室里面 没有那个类似于 像小白板一样 把事写上去 也算是第三方表达 或者是写封信 你放在那 告诉他 流浪一毛我不喜欢 是吧 完全可以采取很多交流方式 其实想一想 在寝室的那些年 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习信 现在其实想想挺好的 就像那个饮水机 要饮水机干什么 女生们打水 那是多美丽的一道风景 然后男生帮着提 多有意思呀 非得买个饮水机 他们俩这个事 加起来就是一句话 管理员很忙 六年没见 毕业多少年了 五年落快 因为最后一年 我们都在外面实习 你混得还好吗 我现在在银行工作 还行 你呢 我开网店吗 刚才 你现在多少钱一个月 差不多收入 我就是小网店 收入的话 多了可能一万多 少一点的话 就几千 每天熬夜 因为客服啊什么的 也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你呢 扣掉无险硬金什么的 拿到手上的工资 一个月大概四千多 你找男朋友了吗 没有 他也没找 哎呀 你们现在再看看彼此 再想想当初寝室的那一日子 斗得有劲吗 你觉得在寝室人际关系挺复杂吧 那你毕业之后 你觉得人际关系怎么样 是更复杂了 还是说你已经适应了 我是已经习惯了自己一个人了 所以毕业我也没有去找其他的工作 不善于与人合作 当我出来工作过后 我觉得就是特别怀念大学的生活 其实我觉得它挺好的 我出来上班过后 就是觉得 方式什么 其实都没有像大学的那种感觉 然后我也不知道能给他带来这么深的伤害 我们有五次同学聚会了 他都没有去 包括上个月朋友结婚 他也没有去 都是因为我 所以其实进入社会之后 你会发现 其实相对于大学时期 大学是很美好的 但是我让他的大学生活 成了他的阴影